19世纪末 香港在细菌学的研究方面仍十分落后 直至1905年 第一所正式的细菌学院终于在奸向建立 这间楼高三层的红砖建筑 为香港的病理学提供相当程度的贡献 直到学院迁移 才改作医疗用品的仓库 经过数十年的光景 大楼移交至香港医学博物馆学会 便设立香港医学博物馆 开放给市民参观 若是对医疗方面的历史有兴趣 欢迎来到这个地方 了解曾令人唯恐不及的香港鼠疫 并参观过往的实验室 对医学卫生有更深入的认识